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香港恐怖电影 《生人物境》之问米 问米是一种诞生于古代的巫术 能够将王者的魂魄召回阳间附在神婆的身上 这样家人就可以与之对话 因为米能打开阴阳路 所以在举行仪式时需要使用白米 好了,故事正式开始 这天一位房产中介带着一对夫妇去看房 其实这间房子是个凶宅,一直卖不出去 但夫妇显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而转眼间,原本空荡荡的房子 突然焕然一新,就像正常住户一般 还有一个小男孩坐在一旁 这时屋内又走出来一个正在接电话的女子 只听电话的那头 她的丈夫焦急地喊道 有人想要烧死他们全家 让他带着儿子赶紧走 然而母子俩却发现大门被锁上了 紧接着从外面泼进来一桶汽油 燃起了熊熊大火 就这样母子二人被活活地烧死 随后幻象便结束了 但房产中介却被吓得不轻 倒递不起口吐白沫 画面一转 小美是个大学生 在一位老人的家里当义工 帮她做些家务 而这位老人其实是个神婆 并且很看重小美的八字 一直想传授她问米之术 但小美根本不信这一套 所以每次都给拒绝了 这天小美正准备离开神婆的家 恰巧碰到了黑道大佬 带着小弟过来找神婆 但神婆不知道为何 却拒绝了帮她问米 晚上小美在梦中 见到了一个哭泣的小女孩 而当小女孩抬起头时 小美却发现她蹊跷流血 吓得小美瞬间就惊醒了 第二天 小美去上导师的课 在课上 导师向学生们展示了催眠术 而催眠的对象 居然就是那名房产中介 很快房产中介 在催眠的作用下 再次回想起了旁观起火的经历 顿时把她吓得又一次口吐白沫 好家伙 有点肺牙膏啊 与此同时 小美接到了神婆的电话 神婆说自己快要死了 让小美赶紧过去 门延小美连忙冲出了门 正好碰到了暗恋自己的交警骑车路过 因此小美便搭了交警的摩托 前往神婆的家 然而进门后 小美却发现神婆啥事都没有 对此神婆解释说 自己不算出了死期 就在后天早上的九点 闻言小美是十分的无语 觉得神婆又开始说胡话了 没办法 神婆决定给小美动点真格的 于是便向小美展示了问米之术 只见她先是请李小龙上身 绣了一套功夫 让人眼花缭乱 然后又请了一个小女孩上身 可这个小女孩竟然一边哭 一边喊着妈妈 原来她正是小美五年前剁掉的孩子 而在见识了神婆的能耐后 小美终于相信了鬼神之声 并且她很想再次见到自己的孩子 所以便跟着神婆学习了问米之术 就这样 两人的魂魄来到了阴间 在这里 神婆正式将小美作为自己的继承者 介绍给了勾魂使者 并且小美也如愿见到了自己的女儿 但随后 就一对母子的鬼魂缠住了小美 要求返回养间 而他们正是被烧死的母子俩 还好这时神婆出手 这才救回了小美 接着在小美走后 黑道大佬再次找到了神婆 其实以前她就住在神婆家的对楼 早已听过神婆的威名 这次她是想见到自己妻子的鬼魂 而她的妻子正是那个被烧死的女人 原来当时她招惹了仇家 由此导致了妻儿被报复 所以内心非常的愧疚 想要再见妻子一面 不过神婆却觉得 她的妻子怨气太重 不适合问米 门眼大佬只好无奈的离开了 然而此时神婆却发现 自家对楼那间失火的房子里 赫然站着母子俩 可见他们已经成功的从阴间回到了阳间 随后当黑道大佬在洗手间的时候 她妻子的鬼魂突然从背后扑了过来 看来是想找她报仇 不过大佬带着一个佛像 因此女鬼立即被弹开了 而见此记不成 她只好另身一记 于是女鬼便来到小美家 尝试附生了小美 第二天早上 小美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失火的房子里 这可把她给吓坏了 因此她赶紧跑去找了神婆 紧接着神婆告诉小美 女鬼附身小美后 在她身上留下了鬼味 所以只要小美运气稍微不好 女鬼便会再次附身 赖着不走 而自己虽然有办法对付她 但奈何 羊手将近 有心无力 因此只剩下了唯一的一个办法 那就是在自己临终前 抱住一口羊气 然后由小美为她还羊 这样就能争取到一点时间 消灭女鬼 随后神婆交给了小美一封信 让她明天按信上所示去做 并叮嘱小美 这段时间千万小心 也不要问米 以免女鬼上身 而在小美走后 神婆便拿出了一只田鸡 在进嘴里 进入了休眠状态 过了一会儿 小美去见了导师 告诉了她自己最近的遭遇 文言导师当然不信 认为这都是无稽之谈 于是小美便向导师展示了问米之术 好家伙这么快 就把神婆的话抛到了脑后 不要命了吗 果不其然 很快女鬼就附生了小美 而导师终于也亲眼看到了女鬼 科学信仰至此崩塌 当然这里涛哥有其提醒 本故事纯属虚构 要相信科学 第二天 黑道大佬的小弟找到了光头哥 原来大佬怀疑当年 是光头哥放的火 而正当小弟想要将光头哥灭口时 恰好被暗恋小美的交警给撞见了 于是光头哥赶紧寻求了交警的保护 见状等待一旁的大佬觉得 不能和警方起正面的冲突 因此便默默的离开了 晚上在小美家 女鬼干翻了小美的全家人后 再次附生了小美 然后回到了失火的房子 与此同时 黑道大佬也来到了这里 想再见一次妻儿 随后女鬼便开始指责大佬 害死了自己和儿子 并提出让大佬自焚赎罪 文言大佬也同意了 但他刚往身上泼满汽油 准备点火之际 交警突然拽着大佬的小弟 冲了进来拦下了大佬 然后告诉大家 其实放火的正是这个小弟 原来光头哥当时确实打算放火 但他刚走到大佬家的门口 就发现火已经烧了起来 而此时小弟与他插肩而过 可见放火的就是小弟 谁知听了这话 女鬼比之前还要崩溃 原来女鬼早已和小弟搞到了一起 把大佬给绿了 所以估计小弟放火 就是怕奸情败露 对此小弟解释说 不是我主动 是大嫂狗引我 文言女鬼更气了 直接献了真身 准备杀光所有的人 于是他先用门夹断了小弟的头 然后又附身的小弟 追着小美大佬交警满楼跑 眼看三人就要领盒饭 但这时神婆却突然出现 一掌拍向了女鬼 就此将她打散 原来小美的外公按照那封信所说 嘴对嘴的帮神婆还了羊 然而没想到小美的魂魄也来到了阴间 虽然神婆下来想将她带回去 但小美却希望和自己的女儿在一起 于是便拒绝了神婆 拉着女儿走远了 画面一转 小美并没有死 原来她阳寿未尽地府不收 后来她和交警组建了家庭 还生了个可爱的女儿 故事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将民俗传说融入了其中 确实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最后的反转也是真心没想到 之前涛哥都没怎么注意小角色 竟然就是凶手 但为了这个反转 导致前面的一些逻辑不太通 不过朱音女神还是很美的 喜欢的可以去痒痒眼呀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